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年来抗氧化已成为了营养和食品行业的热门词 但什么是抗氧化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抗氧化对身体有什么功效吧 说到抗氧化 首先需要了解氧化的概念 人体内每一次新陈代谢都会产生氧化还原反应 进而产生自由基 其实适当的自由基 在体内会发生重要的作用 例如白细胞会释放自由基来杀死外来未去物 或体内一些分解代谢反应 需要自由基来催化 但是如果自由基过多并且失去控制时 可能对人体产生各种慢性炎症反应危害健康 抗氧化剂以综合自由基和对抗炎症而著称 可以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造成的损害 也可以促进心脏和大脑健康 抗氧化剂除了大家所熟知拥有炎缓衰老的功效之外 其抗炎特性有助于抵御 Occine Sport的独家配方中所含有高量种纤维和高抗氧化成分 有效帮助降低炎症生物标志物的血清浓度 从而达到缓解类风湿关节炎的疗效 不仅如此 Occine Sport的维生素一可保护细胞组织和器官 忍受自由基造成的氧化硬剂损伤 还可预防多种疾病的发生哦 今天就开始饮用Occine Sport吧 Occine Sport